你 怎么那么满子你啊 我又传到什么故事就来了呀 我有传到什么故事就来了呀 这双声是不是应该有人一死救美啊 我回来看 属下保护你 这不是你啊 拿去 追 追 追 希望要靠自己争取 才是我们重建家园的第一步 欢迎来到爱琴海餐车 这笔交易你不吃亏 完成任务之后 你就能进入你梦寐以求的龙翔拍卖行了 你不吃亏 燕隋 关键时刻 南兆国二皇子燕修 及时出现救下燕妃 只见燕修身法伶俐 一箭刺出 险些刺中刺客 刺客一个闪身 闪到了燕修背后 燕修没有回头 反手刺出漂亮的一箭 刺客连退数步 随即联手同伴 一同刺向燕修 燕修见招拆招 燕妃看着燕修沉着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眼神中充满着信任和依赖 还有两天 春夜之期就到了 等等 这是什么 危机解除 燕修护送王妃上车回府 她的眼神当中 透露着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素 情素 情素 清潜 少主这个角色 有感 没有没有 能走路 疼不疼 不用了 少主 前方入城就有遗馆了 见过王妃 小米 小米 李延桥 关上 他这次叫梅延桥啊 看着跟小米区别好大 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故事 只是你带入了人脸 看到的都一样罢了 你 不是说好等我回来的吗 不是 我没有碰到那套 你没碰过那套 嗯 但是 他刚刚叫我啥 王妃 任务者请熟悉身份 那王爷真帅逆袭任务 任务者 穆小如 逆袭人物 严若兰 年龄二十四 身份 松国参王正非 父亲 年将军 丈夫 苍王 性格特点 正统 耿持 技能 五 任务目标 请先阅读角色升平提示 我是年事出身将门世家 身为王爷政府 经常劝诫王爷的衣食住行 王爷喝酒伤身 王爷大多时候根本不听劝 放屎 因为我的脾气 王爷对我逐渐冷落 府里其他夫人 也都对我敬而远之 就连向来宠爱我的太妃 也对我十分失望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心为王府 王爷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天 我随王府车队礼佛归来 陆于刺客 不幸王死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坦坷 为什么 这个王妃执念好深啊 对她来说 这个王府就是她的一切 她的不甘心 也在情理之中 你准备好了吗 任务呢 怎么没有出任务 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出来 你也有任务吗 这次的小说 有双故事线 难度比遗忘的大 那么你的身份是 南昭国二皇子燕修 此次是来松国 给姑母合寿 被卷入乱斗 与此身亡 所以 我应该怎么办 警官其变 主罪 主罪 没事吧 若兰 没伤着你吧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有 一个王爷 去接自己的表弟 遇险之时 不想着就自己的表弟和正妃 倒是把侧妃给带回来了 太夫人 您误会王爷了 不是要 其实王爷早已安排属下 去保护王妃了 母亲 要不是影儿饥驰 受伤的可能就是儿子 影儿又是谁啊 是王爷的贤内助 今日护主有功 实属难得 燕修给姑母请安 燕修侄儿 你没受伤吧 燕修没事 倒是王妃 受了一点轻伤 轻伤 伤哪儿了 我没 我 被刺客追的时候 被刺客追的时候 脚弩伤哪 来人 快叫大夫 姐姐受伤了 快去叫大夫 再催一催 王妃 你没事吧 瑶瑶 苏苏 小冉 你们怎么在这儿 王妃 您说谁呢 主子 这是杨夫人 云夫人和安夫人 你怎么忘了 快 伺候王妃回方歇息 然后让大夫好好看看 是 来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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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主子小心 我 这就是王妃过的生活啊 我 这才是 大夫人 王妃的日子 过得也太爽了吧 您试试 我 谢谢啊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刚刚说坏脑子记性 主子 您连婉婉都不记得了吗 哦 婉婉 当然记得了 就是 我房间这 化妆品 胭脂水粉 对对对 胭脂水粉 怎么就这两块啊 房间衣服倒是挺多的 主子 不是您特地吩咐我们说 正非不该和侧妃一样 以色施主的吗 您这头伤得也太厉害了 我赶紧去找大夫 不能再等了 不能以色施主 叫门之后 倒是挺独立女性的 这回多亏了燕秀之而相助 要不然 若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怎么跟年将军交代 本宫寿宴将至 王妃又遇袭寿京 这寿宴已是 母亲 前阵子年事身体爆样 多亏颖儿当家 事无巨细 一概无可挑剔 所以儿子才把筹办寿宴之事 交给颖儿去做 妾身定将寿宴操办妥当 绝不给太妃丢脸 还请太妃 不要责怪王爷 我几时责怪王爷了 倒是你 抢着做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 我王府怠慢你了不成 你喜欢他我不管 但倘若有人把这宅子 弄得乌烟瘴气 我可得好好管管 太妃说的事 妾身知错了 这寿宴已是 就得由正事来操办 若是传了出去 堂堂王府冷落正妻 独宠小妾 我可丢不起这颜面 母亲啊 那年事性子直爽 那张嘴得理不饶人 要是让她筹办寿宴之事 那官宦来宾表演班子 都得得罪一遍 那儿子以后 还怎么治理此地啊 本宫也知道 若兰确实是耿直了一些 但是 但是盛在单纯 这个若兰吧 罗 sequela 乌李 这寿宴还是不办了吧 太妃的寿宴不能不办 太妃的寿宴不能不办 太妃的寿宴 一定要淋着 必要吧 那王爷真率任务 年若兰任务生成 成功操办寿宴 保住正非地位 请确认 母亲,若兰从前不懂事,没有担好正非的责任。 母亲当家时,将整个王府管理得井井有条。 家里所有人都敬佩你。 如果您愿意教我的话,我会好好学的。 孩子,你开窍了。 只要你肯学,母亲愿意好好教你。 你这耳环真好看。 新买的。 确实,下次给我也带一个。 行。 叶秀,赶紧向个由头驻本王离开这儿。 那年飞又要来烦我吗? 儿皇子,刚才太妃说你们南赵国极善歌舞。 还望你能协助,助我一臂之力出谋划策。 侄儿愿尽,绵薄之力。 那我回去了。 去吧。 颜秀, 今早刺客之史,你怎么看? 这群刺客,都是藏毒的死士。 我这侍卫乃南赵数一数二的高手, 都来不及阻止刺客吞毒。 看来幕后之人,来头不小。 听说,有一个刺客受伤逃脱掉了, 目前王府也派出侍卫在搜山。 那王爷真帅,燕修任务生成。 燕修逆袭任务。 找出凶手,保护南赵。 请确认。 themselves已出帮你把手请留在搜山。 这要是再调拿出来的地方。 由于荒重君英男王 level, 是个侲二的主人是的话。 那把它被挽展期间。 这双 mostra器也切好啦。 这让奉命就算了, 您cık只能招ма Forgive then, 这是取得好证据。 就是她想 inglater? 你说 这个地方咱们也经营这么几年了 就这么搬走了 你心里会不会难受啊 有了川云爵 这次真的要回去了 不就是一个破案的故事吗 少主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啊 不是 这不是一本破案故事吗 这画风 怎么开始往田重走了 在王府的宴会中 礼仪和着装尤其重要 群长的材质和颜色 能够体现我们的身后和权位 就是 Ngizi 你说 这就知道 这就是 维码 好看吧 姑娘 再看看这把 姑娘 随便看 主子 装供府里送胭脂水粉的 是城中最大的胭脂妇小龙阁 就在那边 您就别在这儿买了吧 怎么那么多东西 都是燕公子给您买的 我先去放起来 怎么有一种 磅大款的感觉 那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 感觉好极了 我带你出来散散心 你不会 不会真把这当作理由了吧 难得当一回王妃 让我好好玩一会儿嘛 而且 我这不是为了收眼节目 找灵感吗 视察 民情 放心 任务会好好完成的 反正你又不赶时间 难不成你还真赶时间啊 虽说书里的时间跟现实世界不同 那要是耽误太久的话 还是会给现实世界造成麻烦 你再担心这点 这几天学校放假 我都安排好了 我赶时间 我赶时间 为什么赶时间啊 我赶时间 你又不说 每次都这样 什么都不告诉 反正这次我不管啊 我 要是你不说 我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了 我是不会这么快 把这个故事给了结的 我先去玩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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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眼熟 那是蓝色飞吧 他也是来买胭脂的 那个 你对府里夫人了解多少 想要办好寿宴 你需要一些帮手 想让我跟飞怎么搞好关系是吧 放心 等着吧 这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什么 蓝色飞 按你的意思是 这半个月 你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姐姐 操持寿宴这种事 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利弊得失都需要考量 像我这种身份 怕是有心无力啊 云夫人 杨夫人 安夫人 诚心恳请王妃 让我们办事不力之过 请王妃 让我们办事不力之过 都跪着干嘛 王妃 别动不动地教训人 筹备寿宴的事你自己管着就好 干他们什么事 都起来吧 王妃 王妃 并非是我们不愿意帮王妃寿宴的忙 只是 王妃 王妃 您看玉如最近是不是消瘦 王妃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 王妃 那日您说在宫中吃到玉刺的淮阳小菜 很是不错 我这几日学的鞋 您尝尝可好 是吗 那正好 这环妖菜配葡萄酒 更是一卷 巧了 我背的正是葡萄酒 还请王妃 到阁中小坐 王妃 喝酒伤身 本方知道你能不能编 王妃 王妃早就走了 王妃 我明白了 要办好寿宴 保住正妃地位 府中夫人们的名争暗斗 家里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 其实都是不可逃避的大事 啊 正妃不好当 不把这几个夫人拿下了 这个任务就没法完成了 他就没法完成了 我明白了 府中夫人们的名争暗斗 家里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人的名争 人际关系 是制守的关键 是制守的关键 言论感情是好事 但你要小心 说不定害你的人 就藏在这些妃子里面 你查到什么了 你的任务有进展了 有些方向了 倒是你 一下子变化这么大 小心别露馅了 我必要吗 王爷 您在想什么呢 那王最近觉得总是有些异样 那又不是从何说起 莫不是为国事而忧心 倒不全是 该怎么说呢 那就是 为太妃寿宴而心烦啊 对 就是太妃寿宴之事 还得顶着点 走 去王妃那儿 不去蓝色妃的院子了 就是去看看 那年事总是容易得罪人 真是麻烦 那说说你的任务吧 当日刺杀路线周围 没有可疑人员 王府车队经过后门恢复 后门这几天正在修路 除了王府的人之外 不会有任何的外人经过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门口的车折印记 在拐角处有刹车停靠的痕迹 巷子出口的黑色泥块 应该就是干涸的血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疑点 王府的马车最多乘坐三个人 车折的深度不超过三厘米 可是这辆马车车折的深度 却超过了五厘米 所以极有可能是王府的人 用马车载着刺客逃离 你只要记住 府里确实有人想害你就行 能调动马车的一定是个主子 所以最有嫌疑的还是这几位夫人 你的意思是 就在他们几个里面 你有证据吗 我已经分析过了 我反正就是觉得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好人 他们只是脸跟你同学一样 品性是不一样的 你对他们不了解 提防着点 谁说我不了解 我已经调查过了 他们三个呢 一直都还算安分 谁会把坏人这两个字 刻在脑门上呢 你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动手动手 我 跟你安全着想 所以谁想要争宠 谁就有可能会对你出手 不对 我猜他们只是想安稳多日而已 你不能靠猜 你得确认 行 那我就来一次真心换真心 怎么换 你要把我送给你的东西 送给别人是吗 你送给我了 那就是我的了呀 干嘛 吓唬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我 我吃 汤汤汤汤汤王菲 我给你买的礼物 就这么随随便便的送人了 以后还给不给你买呀 送的 你再给我买呗 而且 我这也是为了任务好啊 你管我怎么用啊 好 王爷 怎么吐血了 回王爷 内伤 燕修也在 王爷 我已向二皇子请教完节目之事 正准备寻妹妹去喝茶 要不您和二皇子就在我这院子里畅谈吧 我先行一步 来婉婉 提我把礼物拿上 是 我最后是 我 我 就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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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恭喜燕修了 这是诺香斋的绿豆糕 我经常请丫鬟排队去买他们家的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看上去好好吃啊 是不是姐姐 好香啊 看看我这个 这是什么呀 奖荣格的胭脂 哇你们看 这是当下最盛行的刘云飞红色 我看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配啊你啊姐姐 哇 云姐姐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 我还有一个 你是什么 哎 这本琴谱倒是难得 你看 嗯 我不会弹琴 敬王爷 南赵与大宗素来相交甚好 如今 你与闻音郡主即将大婚 两国联姻必将亲赏加亲 未来雀场也势必会更加繁荣 两方联手之后 即使虎视眈眈的夏国 也必定会忌惮几分 不过说到雀场 夏国最近把羊肉的价格提高了不少 我多烦于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都拿去 多谢王妃 只是我们不能收 嗯 是因为 蓝侧妃吗 王妃见谅 蓝侧妃操持俯正事务 妾师们并不得宠 行事务得挺深些 他就是仗着王爷行 我也一样不得宠啊 您是正事 与我们不同 就算让你们当正事 你们也只会每天围着王爷转 咱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充实了呀 现在我在筹办寿宴 很多事情都忙不过来 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王妃 帮忙筹办寿宴之事实在让我们为难 王爷宠蓝侧妃 您是知道的 这么多年 对我们一直是少有关心 我们对往后的日子 也没什么叛逃了 只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 我们不谈国事 只喝酒 来 燕修 最近真是辛苦你了 王妃她性子直来直去 还有劳你多担待 有点 我还有劳你 早就去找大衬 要做大衬 她最好 你能够做大衬 我想要做大衬 你都不认真 要做大衬 太妃寿宴的事情 会操本妥当 王爷请不用担心 我希望你们能学会为自己而活 振作起来 燕修还有些事情 先行告退了 我说的这些 都是肺腑之言 你们想想 王爷切记不可空腹喝酒 伤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如 你心情 好一点了吗 其实郡主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蓝影很奇怪 蓝影 我 我刚想来找你 在路上 我看到了他 还有一个黑衣人 然后 羞的一下 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之前在街上遇到他 去买胭脂 但他没有去王府指定的小荣阁 反而去了一间叫 红香斋的铺子 这样听起来 蓝影和红香斋都很可疑 嗯 我会让梅严桥去查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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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问你 我们赶紧结束任务回去好不好 行 我已经知道夫人们的心意了 等我拿了主意 一定不耽误您宝贵时间 不是浪费时间的问题 那是什么 是 总之我们赶快完成任务离开吧 在燕雄成亲之前 随便 随便 没有任务 我今天会有任务的结束 我没想到你那样了 快想到你那样了 我去买胭脂 你去买胭脂 王妃 王妃你在哪里 王妃 看到王妃了吗 没有 蓝侧妃 太好了 您在这儿 王妃她需要您 蓝侧妃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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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永远 王妃 王妃 王妃